大结论就是日本这个国家 它确实有一段时间工业化干得好 但干得好以后就开始犯错误 这错误就是我刚才也讲了 那两段跳跃式的推理 知道吧 把一段时间的技术优势 说成了文明的永恒优势 进而说成了人的优势 这理论上肯定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但是它非常根深蒂固 于是形成了对中国的这个 这个叫种族优越感 这个优越感呢 妨碍他们接受中国崛起 其实今天他们已经开始面临困难了 因为中国的 因为其实它这个技术优势呢 存在呢 它是有个前提的 这个技术优势 按照我的理解 就是广义的知识优势的一部分 这是可以包括技术 包括制度 是吧 包括狭义的知识 它是广义知识优势的一部分 而知识优势 大家一定要清楚 通过learning process 通过学习过程 完全是可以弥补的 日本拥有技术优势的前提 是中国人愚蠢的拒绝学习 只要中国人开始学习 在技术上赶上它 是个时间问题 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知道吗 那么随着中国现在认真的开始搞国研化 我们就在一步一步在赶上 现在有几个东西已经赶上了 然后他们现在嵌入全民困惑 现在你就跟日本人谈两个事 他们无法理解 第一呢 他们原来觉得梭里是最伟大的电子帝国 应该是unbeatable 不可战胜的 现在自己起来说 我又一直梭里 所以你找不着了 是不是 梭里还在 成了我们华为的打工仔了 是华为的配件供给商了 再一个就是日本觉得我这个高铁 日本高铁叫新盖线 它觉得我独武天下 对不对 我的高铁谁也不可战胜 现在它清楚的知道 我们高铁比它好 世界上三大高铁系统 法国的 日本的 中国的 我们是最好的 知道吗 新盖线最高时速246 法国 欧洲之星272 我们这里不到300公里 不好意思叫高铁 对不对 我们叫动车 按照中国的标准 日本是没有高铁的国家 对不对 你246 怎么好意思叫高铁呢 不科学 现在日本全民困惑 他觉得我这个 他现在看到中国糊涂 他说 这不对 哪不对 他说你不应该行 你怎么就行了 这不科学 他很困惑 其实他就不知道后面的一个道理 他那个技术优势是很脆弱的 知道吧 他技术优势存在的前提 是中国人犯错误 一旦我们改正了错误 他技术优势很快就没有了 那么现在正在发生 médi术优势很快就没有了 优势很快 sound 电 brag 要 risk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